破解形态与周期之谜 分析人士关于喇叭形的议论 近日逐渐多了起来 一点不错 七月以来 古纸走出了一个喇叭形 对此繁目力正常的人相信 都不会视而不见 但若问这喇叭形是怎样走出来的 或接而问问 形态又是有什么决定的 估计许多人就未必了 同样地 辛勤的已至非常繁琐的计算周期 以此推测 见大顶或见大底的技术工作者 已不在少数 但若问周期是怎么来的 而周期又是有什么决定的 恐怕他们亦茫然无意答对 在这些人看来 形态及周期的相似及重复 才是最值得重视的 至于促使这种 现象生成的深层因素 倒无需关注 甚至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不幸的是 在这个问题上 所暴露出来的疏忽与无知 正是以形态与周期测试失败的根源 众所周知 在技术分析系统的坐标轴中 形态价格被视为代表空间 周期则被视为代表时间 两者构成股市运行的基本要素 而推动股市运行的主要的 也是决定性的力量 则是资金的流动 因此说到底 如同时间与空间 是物质的运动形式一样 形态与周期的本质 是资金运动的反应 是它的物化表现 因此 关于形态与周期的秘密 它们作为预测的工具 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 又会失效 应深入到资金运动的内部去寻找 舍此别无他途 不明白这一点 对资金运动 是骨架 从而又是形态与周期的 内在灵魂缺乏认识 就只能看到形态的形似 而看不到它的神似 只看到周期的量似 而看不到它的质似 就会陷入 刻舟求见式的 形而上学 前者和封闭圆圈式的 机械循环论 后者的陷阱 技术分析是承认历史 可以重复的 但这种重复 必须是以一定条件 为前提的重复 为什么一种形态 曾经生效 而在与之相似的 时空环境下 又会失效 又为什么等同的周期长度 却产生迥然相依的走势 人类往往 以轻轻一句的 技术分析失灵打发了之 殊不知在所谓失灵的下面 却潜伏着资机运动 异于以往的差异 形态 周期虽然近似 为同 资机运动 却未随之同步重复的答案 换言之 形态的突破与成功 时间之窗是否生效 必须以资机运动 能否达至某一磷介质为保障 具体的说 就是在某一形态生成前后 或者某一周期运行期间 成销量额与流通股的 加权换手率 每季必须满足某一水平 例如两次流通 A股日成销加权换手率 1%是任意反弹 或行情发动的先决条件 如果这点不能保证 无论形态怎样相似 时间之窗如何汇聚 恐怕分析人士 还是要失望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